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资助四年的女大学生 爱上有妇之夫 邀我参加她婚礼 我如约而至 却发现新郎竟是我老公 我先翻婚宴 拿起酒瓶上台 下一秒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 我资助的女大学生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 邀我参加婚礼 我如约而至 却看到一个熟悉的男人 挽着女大学生走上了舞台 我愣住了 原来我就是女大学生口中 四年无所出 脾气坏得像河东失吼的糟糠之妻呀 可是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离婚了 婚礼现场布置得很唯美漂亮 然而此时此刻的 我却浑身冰凉 台上站着的那两人 一个是我资助四年掏心掏肺 当作亲妹妹的女大学生 另一个是昨天被我发现偷星 跪地求原谅的 我的现任老公 他们正在分享甜得冒泡的恋爱日常 我慢慢地走了上去 陆岩看到我的第一眼直接愣住了 眼球剧烈颤动 扔下手中的戒指盒 扭头就要跑 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她 看向女大学生程泱泱 妹 我也没 不介绍一下吗 程泱泱还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 手快一把抓 完全没有察觉到此刻陆岩的恐惧 姐姐 这就是我老公 陆岩握住她 看向女大学生 她听说 你资助 是啊 幸亏没早点见到 不然我就见不到这么精彩的一幕了 姐姐这话什么意思 程泱泱不解地看向我 听你说 她有老婆 离婚了吗 离了 那个恶毒的老女人 大概是终于死心了 泱泱别说了 陆岩想阻止陆泱泱 是吗 不如把离婚证拿出来看看吧 我淡淡地说道 不带任何情绪 程泱泱赶紧翻手机姐姐 我拍了离婚证的照片 来 给你看看 陆岩一把抢过程泱泱的手机 满眼哀求地看着我 别闹了 我们先回家 我跟你解释 解释 解释什么 解释我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离婚了 还是解释你为什么跟别人办婚礼 程泱泱整个人如遭雷劈 你 你 你是谁 思怡大概没有见过这么稀奇的一幕 躲在一边 津津有味地吃卦 我接过她手中的话筒 面向底下的来宾 感谢大家的光临 不过这个婚礼 大概办不下去了 毕竟陆先生还与我存在婚姻关系 我又看向陆岩 程小姐是我资助了四年的大学生 我一向把她当做亲妹妹来照顾 如今的玉良人 我这个做姐姐的当然会祝福 只是陆先生 在恭喜你们新婚快乐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跟我去趟民政局 换个本 陆岩跑过来拉住我的手 老婆对不起我错了 我跟她只是玩玩而已 我不想跟你离婚 也不会跟你离婚的 我甩开渣男的手 留下一句明天早上民政局见 静字地离开了婚礼现场 顾虑开车送我回了别墅 她既是我的司机 也是我的保镖 一路上 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 昨天我在陆岩手机里发现 有个女人 叫她老公 一气之下 跟她大打出手 后来她跪在我的脚下 对我说自己 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还没原谅她 今天她就牵着别的女人的 手办了婚礼 我坐在沙发上 用了四个小时 把我跟陆岩的四年过往 全部回溯了一遍 大二初时 大三定情 毕业一年后结婚 我们也曾有过一见钟情的经验 有过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的思念 有过白头偕老 相濡以沫的誓言 可是如今 一切已物是人非 把一个已经与你深切交缠的人 从生命中剥离 那种痛 不自于包金抽骨 但我承受住了 所以我脱胎换骨 如获新生 陆岩一直到了晚上才回来 大概是程泱泱那边不好安抚 我打电话叫得保洁 已经把陆岩的所有东西打包轻点 运到了院子里 我没让陆岩进门 直接在大门口对她说 你的东西已经整理好了 抓紧时间搬走吧 陆岩情绪很不好 脸上还有一道女人指甲抓出来的血痕 紧紧 你就非得闹得这么难看吗 你让泱泱遭受那么大的非议 她承受不住 割腕自杀了 抢救了一个小时 才抢救回来 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 我能想象我走了之后 别人会怎么议论成泱泱 无非就是忘恩负义 背信弃义 心思歹毒 以怨报恩 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陆岩 事情是她做的 男人是她抢走的 又当又立 是不是太可笑了 我不屑地说道 陆岩看着我 眼睛里全是失望 我没想到 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是一条人命啊 你竟然一点都不在乎 有你在乎就够了 滚吧 别忘了明天早上民政局见 我说完 关上了大门 不想再跟她浪费一点时间 大概是清理了垃圾 我当天晚上睡得特别香 第二天 一大早 我就来到了民政局 却一直没等到路言 打电话不接 发消息不回 妈的渣男 敢放我鸽子 怒火攻心的我一气之下 冲到了公司 小秘书战战兢兢地 告诉我路言上了天台 春日的阳光很明媚 天台上种着的 薔薇花开得很灿烂 我看到路言和程泱泱 紧挨着彼此 坐在一众花丛中 面对着一望无际的蓝天 他们面前的桌子上 放着两个饭盒 一红一蓝 阳光 微风 鲜花 谈笑风生的两个人 美得好像一幅画 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 看着自己的老公 爱上别人是什么感觉 大概就是万箭穿心吧 哟 两位真有心智啊 我出言打破了眼前的 唯美画面 两人转过身来 都有些不敢看我的眼睛 姐姐 你怎么来了 程泱泱先开口 我来找你老公 说好 今天早上去领离婚证 我等了一上午 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原来 是陪你在这里 风花雪月呢呀 我讽刺地笑道 只是 你们再怎么恩爱 是不是 也先跟我把婚礼了 不然顶着小三的名头 是不是不太好啊 路言的脸色 更白了一分 程泱泱 像个小白花一样 挽着路言的手 挨挨切切地开口 姐姐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怪阿言 只是我们真的是真心相爱的 求求你成全我们 成全啊 我怎么不成全了 现在就跟我去民政局 不影响你们下午领证 陆言甩开成泱泱的手 拉住我竟自往电梯走去 程泱泱急切地叫道 阿言 阿言 陆言没理他 直接按了关门键 他直直地看着我 紧紧 一定要离婚吗 不然呢 糟恶的男人 我一概不要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陆言 别再自欺欺人了 你们的每一步进展 呈泱泱都告诉我了 只是那时候 我不知道 直到那个渣男就是你 现在想起来 我只想去吐 我说着就觉得 胃离恶心地厉害 张嘴吐了陆言一身 然后轻飘飘地晕倒了 等我醒来 只看到雪白的天花板 紧紧 你醒了 陆言惊喜地叫着我 我扭头看到 陆言坐在床边的凳子上 寒情默默地看着我 旁边还站着 对我咬牙切齿的 陈泱泱 我没事 大概是吃坏肠胃了 你们也别在这里 碍眼了 滚吧 紧紧 我们有宝宝了 陆言满怀喜悦地告诉我 什么 犹如晴天霹雳 打在我的脑袋上 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个恶毒的女人 故意用孩子绑住阿妍 你真是心思歹毒 陈泱泱终于绷不住了 彻底撕下了伪装 我还没开口 陆言就忍不住地训斥道 泱泱 你怎么能说这么恶毒的话 阿妍 对不起 我只是太怕失去你了 一时情急说了不该说的话 你别生气嘛 陈泱泱一下子 又恢复了脚柔作作的样子 陈泱泱你放心 这个孩子我不会留 当然也不会成为 你跟陆言之间的阻碍 滚吧 陆言刚要说什么 陈泱泱就装作很虚弱的样子 阿妍 我头好晕 可能身体还没恢复好 你能陪我去看医生吗 陆言只能一把抱起陈泱泱 临走前对我说 紧紧 我一会过来看你 你好好休养 我一个眼神都没分给他 陆言一走 我就火速地办理了出院手续 第二天 飞到了另一个城市 以最快的速度做了流产手术 这个孩子 他因为父母的相爱而到来 却又因为父母的不再相爱而离开 回到C室后 我闭门不出 专心修养身体 顾律告诉我 陆言不肯离婚 一直在找我 程泱泱因此变得更加的偏激 雇了几个混混 等着找我的麻烦 我笑了笑 既然如此 那我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第二天下班 我特意晚走 刚到地下车库 手机弹出一则消息 有人跟踪 来十点钟方向 我没回头 按着短信指示直奔左前方 咔 咔 扑通几声 我扭头一看 顾律已经把跟踪我的两个男人 全撂倒了 太弱了 送去警局把我摇摇头 顾律只势手下去送人 他自己开车送我回了别墅 夫人 晚安 他看着我走进别墅 又隐蔽起来 我走进别墅 诚泱泱坐在沙发上 穿着性感的睡衣 像个女主人似的吃着水果 诚泱泱看到我进来 明显地吃了一惊 脸色都白了 姐姐 你 你怎么回来了 这里是我家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倒是你 算是私闯民宅吧 是 是陆岩 带我回来的 他一边说 一边焦急地拨打电话 一直提示无法接通 我扔下包走到他跟前 轻轻地对他说 妹妹是在给谁打电话呢 不劳你费心 说不定姐姐知道你要找的人在哪呢 毕竟姐姐刚送了两个人渣去警局 程泱泱明显被吓到了 电话从手里滑落下来 掉到了沙发上 我看到屏幕上刺眼的两个字老公 号码是我熟悉的 可惜了 估计今天妹妹是没法把电话打出去了 你 你什么意思 因为我开了信号屏蔽器啊 我风情万种地笑了 程泱泱这下真慌了 转身往大门跑去 我一把拉住他 反压在沙发上 跑什么 难得我有心情坐下来好好聊聊吧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如果伤害了我 陆岩不会放过你的 呵呵 我怕他吗 我拿出手机 播放了那两个行凶男人鬼哭狼嚎的视频 轻描淡写地问他 你找的人 别血口喷人 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找的人 程泱泱 我不是傻子 我把他的双手付住 扭了过来 啪 啪你找人跟踪我了 我还给你两巴掌 你应该很知足吧 程泱泱破口大骂 你个贱人 陆岩已经不爱你了 你以为我找人收拾你他不知道吗 哈哈 你就自欺欺人吧 我的心狠狠地痛了下 差点站不稳 努力平复住情绪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都是陆岩名正言顺的妻子 你想上位就劝陆岩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我劝你别来烦我 再有下次我可不会再放过你 我说完把程泱泱扔到门外 刚关上门 我就瘫软在了地上 刚才的强势与镇定全然坍塌 我抱着膝盖痛苦地大哭起来 我的老公和小三合伙 找人收拾我 还有比这更让人绝望的吗 没过多久 我的电话就响了 那头是路言 带着兴师问罪的怒气 你是不是又找泱泱麻烦了 我都告诉你是我先招惹他的 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 这是我的老公 我结婚四年的爱人 此刻 他在为了别的女人对我口出恶言 我浑身冰冷 心底一片死寂 终于 我打断他在那头的喋喋不休 行 冲着你来 希望你明天八点准时到民政局门口 路言愣了一下 再次出口的声音明显地软了下来 紧紧 对不起 我不该对你发火 可是 你把人小姑娘打成那样 实在太不应该了 路言 多余的话 我就不说了 明天直接民政局见吧 说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可能我的眼光真的太差劲了 找了个老公是渣男 资助了个女大学生 是小三 第二天早上婚依然没有离成 我还在民政局等着路言的到来 却只接到了她的电话 电话那头路言焦急地说 紧紧 你快来医院 我妈跟泱泱吵架情绪太激动 一不小心摔倒了 磕破了头 流了好多血 你快点来给我妈输血 我一听立刻着急起来 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医院 路言的妈妈很温柔 对我也不错 她有凝血功能障碍 从跟路言谈恋爱开始 我就成了她的血带 等我到了医院 小护士立刻把我带进了手术室 看着路妈妈苍白的脸 我的心很不适滋味 抽完血 我整个人很难受 走路有点发飘 小护士把我扶出来 坐到了凳子上 路言走到我身边坐下 我看向她 说说吧 成泱泱为什么会和妈发生冲突 我想让我妈帮忙劝你别离婚 不小心被她听到了 她背着我去找了我妈 希望我们能尽快离婚 我妈一生气就动手了 我不相信你妈会动手 你最好回去查查监控 紧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泱泱故意推的我妈 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 但是成泱泱是不是好人 你心里不是有数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她不过就是个小姑娘 又太爱我了 所以做事情偏激一些 你是不是对她敌意太大了些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脸 只觉得如此的面目可憎 不知道她是真的被爱情迷惑了双眼 还是昧着良心 袒护心上人 索性我也不再跟她争执 路言 这毕竟是你的家事 以我们现在的关系 我也不适合管太多 等阿姨醒来 到底怎么回事 一切就有定论了 路言站起身 走到我面前蹲下 抬起头看着我 紧紧 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 难道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你就能这么轻易地抛弃了吗 路言 到底是谁先抛弃的呢 你跟程泱泱上床的时候 怎么想不起家里 还有个我呢 对不起 那是我喝醉酒 一时鬼迷心窍 路言低下头 懦懦地说道 但是我向你保证 只有那么一次 你知道 我有情感洁癖 一次不忠 终身不用 我斩钉截铁地说 路言拉着我的手说 紧紧 是我对不起你 你打我骂我都行 但是我只希望你能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看着站在电梯外面的 成泱泱 忽然心里一动 那成泱泱呢 你回归家庭了 她怎么办 我跟她只是玩玩而已 她对我来说 就只是消遣 我会找机会 辞退她 让她离开这个城市 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成泱泱的脸色变得雪白 缓缓走过来 叫路言的名字 路言路言明显地僵了一下 脸色变得无比地难看 但是她没有回头 只是淡淡地说道 你既然听到了 那就主动离开吧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你说 要再重新给我一场婚礼 都是骗我的吗 程泱泱眼睛里 已经溢满了泪水 路言努力地 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做出无情的样子 我一开始就警告过你 别对我产生非分之想 我爱的人只有紧紧 是你自己非要贴上来 说哪怕只陪我走一段人生 也是心甘情愿的 那你现在又在纠缠什么 程泱泱沉默了下来 手里的检查单转地起了皱褶 那如果我说我怀孕了呢 你会对我负责吗 路言明显身体一震 不可置信地转过身来 看着程泱泱 已经三个月了 我刚刚做完检查 路言努力地控制情绪 吐出的话更加地冰冷 我不会负责的 仅仅也有了我的宝宝 我们会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你的孩子我不会要 我会尽快给你安排手术打掉 程泱泱彻底地崩溃了 扑过来锤打路言 你个没良心的 这可是你的孩子啊 你怎么舍得打掉他 程泱泱手里的臂超单掉到了地上 上面的照片黑乎乎的 却依稀能看出是个婴儿的模样 路言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报告单 眼眶一下子红了 手用力地攥紧 轻金抱起 程泱泱听话 打掉他 你以后还要嫁人的 程泱泱听了这话 哭得更厉害了 你不负责 那你让我怀孕干嘛 我还能嫁给谁呀 还有谁肯要我呀 路言终于控制不住地 握住了程泱泱的手臂 我在旁边看着这出精彩的大戏 忍不住地鼓掌叫好 路言好像一下子反应过来 连忙松开了 抓着程泱泱的手 程泱泱更加地愤怒 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我 周若锦 你得意什么 明明路言已经不爱你了 你还死缠着他 要不要脸呢 程泱泱大概是气坏了 开始破口大骂 程泱泱 你怎么还不明白 现在不肯离婚的人是路言 只要他同意 我现在就可以去领证 程泱泱听完轻蔑地笑了 你以为他为什么不肯离婚 你该不会以为他还爱着你吧 我告诉你 是因为那份婚前协议 我愣住了 路言也愣住了 程泱泱你给我闭嘴 路言愤怒地开口 为什么让我闭嘴 我就要说 阿言只是不想跟你分财产 所以才不肯跟你离婚 明白了吧老女人 我直接甩了他一巴掌 程泱泱 当年我看你可怜 资助了你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你不但没有感恩之心 反而爬上了我老公的床 虽然你之三当三 做了很不道德的事 但是我一向认为 男人出轨原因在他本身 所以从没找过你的麻烦 可是如今 你处处针对我 找人跟踪我 谋害我 现在还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好欺负了 一次一次地踩我头上 就算我用四年时间养条狗 狗也能给我守门了 可是你呢 吃了我四年的饭 就养出你这么一个 忘恩负义连狗都不如的白眼狼 我上前一步 又是一个巴掌甩了过去 路言终于反应过来 想挡住我的手 却慢了一步 程泱泱整个人都傻了 捂着脸 你又打我 打的就是你 不知廉耻 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一个小三 也赶到我跟前蹦的 程泱泱整个人 扑进路言怀里哭起来 路言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打我吗 我可还怀着你的孩子呢 路言并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地抱住他 脸色惨白 眼睛里满是渴求 我不知道他在渴求什么 明明他的爱人孩子 都在他的怀里 路言 你真是个渣男 我看向程泱泱 程泱泱 你不是说这个男人爱你吗 我今天就告诉你 我们没有任何婚前协议 我从包里掏出离婚协议书 甩到他们面前 明明是路言不想娶你 拉我当挡箭牌 你个蠢货 还真相信了 这是离婚协议书 看好了 财产平分 希望你能让路言赶快签字 我祝你们渣男贱女 一辈子绑死 别再出来祸害别人 我说完转身就走 电梯没到 我直接走楼梯 程泱泱不干了 扑上来拉住我 我正在气头上 使劲地推开她 她脚下一扭 直挺挺地往下倒去 我连忙去拉她 她却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们一起从楼梯上翻滚着摔了下去 路言也追了过来 我看到她双目通红 颤抖着叫着 泱泱 泱泱 你没事吧 路言跑下来 一把将成泱泱抱起 丝毫不在乎疼的撕心裂肺的我 只是在临走之前 看了我一眼 周若瑾 你真他妈的心很好 这是一条人命啊 泱泱和孩子 若有什么意外 我绝不放过你 我大概摔到了心脏 不然为什么这么疼呢 口口声声地要我原谅她 再给她一次机会 然而 危险时刻 她眼里 心里只有成泱泱 她连问一句 我的孩子 好不好的时间都没有 一双大手把我抱起 我闻到了干净的 肥皂和洗衣液的味道 我把脑袋 往她心口蹭了蹭顾虑 还好有你 顾虑抱着我去看了医生 幸好没有骨折 摔下来的时候 我当了成泱泱的肉店 身上很多瘀青 疼得要命 我的眼泪不值钱地流了出来 顾虑伸出手抱住我 当天晚上 我让顾虑开车送我去了乡鸡寺散心 那里香火鼎盛 风景优美 我的心情也随着开朗了起来 陆岩给我打了很多通电话 我一个没接 她又给我发短信 问我宝宝还好吗 我把流产同意书辟了时间后发给她 她像疯了一样地打我的电话 我直接拉黑了她 再次接到程泱泱的电话是三天后 她想见我 我拒绝了她 不想跟垃圾浪费时间 她却执着地告诉我 周若锦 你以为陆岩真的对你一见钟情吗 哈哈 你被骗了 根本不知道那就是一个骗局 我只觉得她就是一个疯子 想直接挂断电话 她却忽然说道 周若锦 你想想 陆岩是什么时候开始追你的 好好想想吧 我挂掉电话 整个人沉思很久 最终还是决定去见程泱泱 我来到医院才知道 程泱泱在医院保胎 楼梯间的那一摔 让她元气大伤 平时精致的小脸 现在变得苍白憔悴了不少 真是自作自受 说吧 你找我有什么事 陆岩说 你的宝宝没有了 是真的吗 我瞥了她一眼 并没有回答 她壮弱疯癫地笑了起来 周若锦 不是你的你永远留不住 现在我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陆岩唯一的宝宝了 这下她一定会跟你离婚取我的 如果你叫我来 只是想跟我炫耀的 那就不必了 陆岩的孩子 我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都不会生 程泱泱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 姿态优越地问我 你说你们没有婚前协议是真的吗 当然 我周若锦从来不说谎 程泱泱的小脸白了不少 她果然是在骗我 她告诉我 你们有一份婚前协议 如果她出轨离婚 就得净身出户 哈哈哈哈 还说是真爱呢 我看她也不怎么爱你啊 你现在都有孩子了 她还不肯跟我离婚 任重道远啊妹妹 程泱泱被刺激得双目喷火 周若锦 你以为陆岩是真的爱你吗 我告诉你 你上当了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 就你还傻傻地付出几年真心 我并没有被这些话刺激到 努力稳定心神 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陆岩看上的根本不是你 而是你身体里面的血 你以为她真的是 无意拿错你的报告单 根本不是的 她早都找好了关系 只要有那个血型的学生 医生都会告诉她 然后她就会借机跟你打好关系 天天你是个女的 长得还漂亮 她妈妈就让她干脆把你娶回家 即使来之前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也被深深地打击到了 虽然现在我跟陆岩断情决意 但是我一直以为她以前是爱过我的 却没想到 我以为的相知相爱 原来只是一场骗局 我深受打击 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医院 坐在车上 我整个人控制不住地颤抖 双手死死抓住方向盘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落了下来 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似的 恨不得露言去死 她毁掉了我的人生 我的爱情 在这一刻 我燃起了熊熊的报复之心 第二天 我去探望陆妈妈 装作不经意透露了 程泱泱已经怀孕三个月的消息 程妈妈立刻就激动起来 却又在我面前强装镇定 我看着她忐忑不安的表情 心里只有冷笑 他们一家子可真是演戏的高手 告别后 我走出病房 靠到了墙上 果然陆妈妈迫不及待地给陆颜 打去了电话 我嘴角挂起讽刺地笑 湿湿然地走向了程泱泱的病房 程泱泱并不在病房里 我等待了一会 她才回来 看到我很吃惊 你又来干嘛 你不是想上位吗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你有那么好心 程泱泱充满怀疑地看向我 我现在恨透了陆颜 迫不及待地想摆脱她 你说说看 陆颜她妈急着抱孙子 你现在怀孕了 已经成功了一半 然后你再去做个假的血型报告 告诉她你也是这个血型 你看她不立刻跟我离婚才怪 程泱泱一下子明白了 却怀疑地看着我 你有这么好心 我觉得他们这一家子太恶心了 我只想尽快地从这个泥潭中脱身 祝你好运 我说完就直接离开了病房 留成泱泱一个人在那里沉思 没过几天 我收到了陆颜的电话 让我去谈离婚的事 大概是程泱泱出手了吧 我拿着离婚协议 到了与陆颜约定的地方 陆颜还是一副假装深情的模样 紧紧 我并不想跟你离婚 可是我妈逼着我对泱泱负责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连看她一眼都多余 直接把离婚协议拍到桌子上签字吧 陆颜拿过离婚协议 看了下 反应很大 我为什么要净身出户 你出轨了呀 我不同意 还是像上次那样分割 我可以立刻签字 那就由不得你了 上次我求你离婚你不同意 现在轮到你求我了 那就得按照我的要求来 陆颜犹豫了下 紧紧 你先坐会儿 我去跟我妈打个电话 商量一下 陆颜走出包厢 我一个人静静地品着咖啡 手机响了一下 水里有东西 别喝 是顾虑发的 我看了一下杯中 只剩一半的咖啡 心想完了 我已经喝了一半了 你不能早点提醒吗 可以演戏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陆颜大概十分钟后回来 进门就说 紧紧 我妈不同意 她说要不就不离了 呵呵 这是吃准我着急离婚了吧 我站起来 她就扶着我上了楼 进了房间 把我放到床上 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 妈 紧紧已经迷晕了 你快叫那人上来 我知道 行 我多拍几张 此刻我的大脑 飞速运转着 很快就想明白了 陆颜要干什么 我想到有顾虑 于是准备沉默应对 大概五分钟后 门铃响了 陆颜谨慎地打开 猫眼看了下 见是一个陌生的 飙行大汉 顿时放心不少 她打开门 把男人放了进来 然后说 你跟她摆亲密些 我拍几张照片 我就算心里再有谱 到了此时此刻 还是有点紧张的 我睁开眼睛 悄悄透过手指缝 往外看去 发现那个大汉 竟然是我的保镖之一 才放下心来 我的保镖点了点头 然后一掌把陆颜机晕了 说完 她就扶着我上了楼 进了房间 把我放到床上 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 妈 紧紧已经迷晕了 你快叫那人上来 我知道 行 我多拍几张 此刻我的大脑 飞速运转着 很快就想明白了 陆颜要干什么 我想到有顾虑 于是准备沉默应对 大概五分钟后 门铃响了 陆颜谨慎地打开猫眼看了下 见是一个陌生的 镖形大汉 顿时放心不少 她打开门 把男人放了进来 然后说 你跟她摆亲密些 我拍几张照片 我就算心里再有谱 到了此时此刻 还是有点紧张的 我睁开眼睛 悄悄透过手指缝往外看去 发现那个大汉 竟然是我的保镖之一 才放下心来 我的保镖点了点头 让陆颜身为C市的商业才子 一向洁身自好 陆颜身为C市的商业才子 一向洁身自好 这下听到 这下听到她出轨的消息 媒体们闻风而动 很快陆颜和程泱泱 被人堵在了床上 陆颜甚至连个遮挡的衣物都没有 那个狼独不堪的样子 真是第一次见 她出轨的消息 既然已经开战 我就得做好全面的准备 顾律 你帮我找个私家侦探吧 顾律一手握住方向盘 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 递给我 我接过一看明真侦探社 社长顾律 我大吃一惊 你还有多少隐藏身份 顾律第一次露出微笑 明晃晃的一口白牙像利刃 你想知道 不 不想知道 你要查什么 媒体们闻风而动 陆颜 她的公司 家人 以及程泱泱 十万 一个星期 成交 很快陆颜和程泱泱 被人堵在了床上 陆颜甚至连个 遮挡的衣物都没有 那个狼狈不堪的样子 真是第一次见 陆颜很困难 既然已经开战 我就得做好全面的准备 顾律 你帮我找个私家 快打电话过来 气急败坏地骂我 侦探吧 周若 顾律一手握住方向盘 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 递给我 你个狠毒的女人 你竟然敢这样对我 看我整不死你 我等着 我接过一看明珍 侦探社 很快 程泱泱 给我发了消息 告诉我 她已经住进路宅 跟我的交易结束了 我没回答 本来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一个社长 星期后 顾律准时拿来了调查结果 顾律 我看着 丽丝纸上的白纸黑字 程泱泱恼羞成怒 谁让你私自闯进办公室的 不是你私床 我家的时候了 陆岩整理好衣服站起来 安抚地拍了拍 程泱泱的肩膀 周若瑾 你找我有事吗 当然 清场吧 程泱泱立刻 像极眼的兔子跳了起来 你凭什么让我出去 我没理她 只看着陆岩 陆岩还是有点了解我的 知道我这么说 就代表着有正事 泱泱 乖 你去外面等会 我谈完事陪你吃饭 程泱泱这才开心起来 阿言 我跟宝宝在外面等你哦 程泱泱风情万种地走了出去 临走之前 还翻了个白眼给我 我开门见山 把文件摆在他面前 你看看吧 眼睁睁地看着陆岩的脸 由青变白 又由白变青 我不相信 我怎么可能不是 我妈的孩子 事实就在你眼前 你有什么目的 你把离婚协议签了 否则我就把这份文件 给陆叔叔 陆岩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够狠 承让承让我客气地回道 拿来 我把离婚协议递过去 陆岩连看都没看就签了字 走吧 直接去民政局 程泱泱也陪着陆岩一起去了 开心地跟自己要领证似的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 张字盖下的那一刻 我叹息一声 终于结束了 拿到了离婚证 我的心情无比地轻松 就像从泥沼里爬出来一样 重获新生 陆岩没有跟我打招呼 直接开车带着程泱泱离开 我哼着小曲儿 上了顾虑的车 几天后 陆氏总裁 与程泱泱订婚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C市 这么迫不及待的订婚 想必陆岩收到我给他寄的那份假文件了吧 我看着新闻 扑呲笑出声等着吧 好戏还在后头呢 订婚那天 我也收到了情帖 当然要盛装出席了 我请了顾虑当我的男伴 酬金一万 顾虑一口答应 整个订婚典礼进行得很顺利 一直到了最后 两份亲子鉴定书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一份显示 程泱泱和陆妈妈的亲属关系达99.9% 另一份显示 陆岩和陆妈妈无亲属关系 全场人都愣住了 儿媳妇变女儿 儿子变女婿 陆妈妈的脸黑得要命 当即终止订婚宴 带着两个人来到了医院 我也跟着过来了 看着他们重新抽血 重新做亲子鉴定 结果很快出来 程泱泱才是陆妈妈的孩子 程泱泱一下子 扑到了陆妈妈的怀里 嚎啕大哭 陆妈妈也是一边流泪 一边安抚程泱泱 我悄悄地离开了医院 要家人千知情同一书 也就是这个时候 陆妈妈和陆岩发现了程泱泱 根本不是稀有血型 最高明的计谋是什么 半真半假 让对手自己起内讧 我坐收渔翁之力就好 两个月后 顾律告诉我 陆岩已经转移走了陆氏 百分之九十的财产 而陆氏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于是我给陆岩寄了一些 程泱泱和别的男人的照片 暗示陆泱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此时孩子已经六个多月了 在陆岩的哄片下 程泱泱被做了羊水穿刺 鉴定结果出来后 程泱泱直接被陆岩打到了流产 六个月的孩子流产 程泱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手术台上大出血 子宫被摘了 在做手术的时候 需要家人千知情同一书 也就是这个时候 陆妈妈和陆岩 发现了程泱泱根本不是稀有血型 他们咨询了医生 又做了一遍亲子鉴定 结果发现陆岩和程泱泱 都不是她的孩子 陆妈妈听到这个消息 直接晕了过去 送进了抢救室 我在程泱泱被送进医院的时候 就等在医院了 陆妈妈一醒来就大哭 我苦命的孩子在哪里呢 我的孩子啊 你现在在哪里呢 我站在病房外面 听着里面哭天枪地的叫喊 只觉得虚伪极了 陆岩脚飞回来看到我 脸色很难看 你来干嘛 当然是来看你们的笑话呀 滚 陆岩怒不可遏 我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他 陆岩的眼睛都直了 愣愣地看着那份文件 陆岩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没有对你做过太过分的事吧 你如今这么对我 不觉得过分吗 陆岩 是你把我拉进这个局里的 从一开始的刻意 接近把我当血带 到后来的恶意出轨 小三怀孕 再到后来的下药 算计我净身出户 你哪一样值得我感激你 更别提 你刻意纵容成泱泱 找人收拾我 我证据都留着呢 你们等着 把牢底坐穿吧 陆岩低下了头 低声下气地哀求道 紧紧 是我对不住你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知道 陆氏是我的全部心血 一旦他没了 我就晚了 晚了 我来之前 就已经把这份文件 交给税务局了 我是特意来看看 你落魄的样子的 痛打落水狗 这是我最爱看了 陆岩再也忍不住 一下子掐住我的脖子 我猝不及防 被他掐得差点背过气去 幸好顾虑出现急时 一脚踹开了他 他是谁 陆岩双目赤红 可 可 可我根本回答不出来 他的保镖 顾虑替我回答道 你还是赶紧回公司吧 估计调查局的人 马上到了 顾虑不紧不慢地说道 陆岩站起身 摇摇晃晃地走了 谢了 我对顾虑做了一个双手合十的手势 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他 我可能真的就过去了 陆岩真的是下了死手的 我收钱的 顾虑依旧冷冰冰的 只是你不准备让陆妈妈知道你 才是他亲生女儿吗 不了吧 我觉得 让他一辈子都在担心着女儿在哪 过得好不好 为此愧疚 茶饭不思 这可能是最好的惩罚吧 几天后 陆岩被带走 偷税漏税加转移公司财产 数额巨大 被判了十年 程泱泱被打掉孩子后 又摘除了子宫 醒来后 得知自己不是陆妈妈的女儿 整个人承受不住打击疯了 我出钱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 估计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陆妈妈郁郁寡欢 很快重病缠身 卧床不起 我去监狱看过一次陆岩 他理着寸头 穿着劳服 整个人变得阴狠不少 周若瑾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 对啊 陆岩 你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一点都不冤枉 呵呵 我输了算我命不好 但是你等着 等老子出狱了 我整不死你 他的眼神阴狠冰毒 像脆了血的刀子 让人遍体声寒 但是我不怕他 你就祈祷你能在监狱里 活到十年后吧 据我所知 你这些年没少得罪人吧 另外 我今天来 是特地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我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 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努力打拼 让我拥有今天的财富 我无比真诚地对陆岩说道 陆岩整个人被我气得青筋抱起 所以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 我只是给程泱泱寄了一份假的亲子报告 其他的可都是你们自己折腾的呀 陆岩被我气笑了 周若瑾 你真狠 你真狠 然后一口血喷到了玻璃上 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我走出监狱已是傍晚 彩霞满天 远远就看到 黑色劳斯莱斯旁边站着一个人 正在低头抽烟 我缓步走过去 他抬起头灭掉烟 笑着问我 回家 我点了点头说 回家